輸出2003好了 因為有些常遇到就是說 你可能會給一些其他 甚至有些電腦好像還沒更新 還是舊的 那所以他沒辦法開新版 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寫一個 另存成2003的 差別只是說這邊本來是Copy 把它改成S 後面多一個這個格式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直接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直接執行 然後他問你說你要輸出到哪裡 2003 按一個確定 這就一樣 把它一個一個轉存一個個轉存 那當然如果你不需要這個畫面出現的話 你可以把那個 那個application.screenupdating 那個把它關掉 把它那個 把它關掉就可以了 OK 我這邊打錯了 這應該是screenupdating 不是那個 我打成那個什麼 Alearn Dialog Alearn Dialog OK可能就是在自己再加一個 那個 這個是不是有作用 好像是因為這個close 它會跳出是否儲存 所以這個外面 如果你不希望跳出那個 剛剛一直閃動的話 那你就可以加一個screenupdating 我們來看一下2003 基本上這個打開來 它的格式應該就是2003的格式 XLS的格式 所以基本上用這種方式來轉存 已經蠻快的 除了可以轉存新的版本之外 當然你可以轉其他CSV XML 然後其他格式 反正它裡面有的你都可以轉 那以往你要找那種轉檔格式 轉檔的程式其實也不好找 反正你自己寫最快 程式沒幾行 OK就可以很快的幫忙把它轉存 成你要的格式 OK 那當然頂多是說你可以再加一點花樣 比如說進度狀態列或什麼東西 反正這個自己再去了解一下 另外就是email email的話是設定好之後 那裡面大概郵寄出去的話有幾個重點 這個地方的話其實應該是沒有問題 就幾個一個是create 就是說把outlook把它create 就是說把它當一個物件引用到VBA裡面 名稱就是叫 比如叫outapp 這個是我們自己取的名稱 那我要怎麼樣去記信 因為我有一個outlook 不過它實際上有點像是 在記憶體裡面幫你打開 沒有在畫面上打開 那你要怎麼控制它 基本上你可以用這個 這個是一個物件有沒有 物件名稱它有一個方法叫create item create item有點像是你打開那個outlook之後 按一下那個新郵件有沒有 新增一個郵件 那新增郵件的編號從0開始 所以給它一個create item 後面一個就是會產生一個新郵件 那新郵件的就會一個植物件 植物件叫outmail 假設我今天有一個新郵件 那這個新郵件裡面你必須要放什麼東西給它 第一個是什麼呢 to指的是你要寄給誰 那我這個後面是假設哪一個工作表裡面的哪一個儲存格 有一個email信箱 那當然如果這個email信箱是一個清單的話 那當然你就需要跑一個回圈 不斷重新給它一個新的email信箱 那CC的話就是你副本要給誰 BCC的話就是你的密本有沒有 就是不要讓人家知道的 那因為我這邊有加了一個 這是我的email信箱嘛 所以如果你貼的時候 假如你不想要寄給我的話 你就把它刪掉好了 不然你會一直寄給我 因為你寄給你是也會順便寄給我 所以我就知道你在練習 當然也沒關係 反正我收到我就知道 你們在練習是也OK吧 那主指 body的部分的話 因為預設是純文字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要寄email的一些表格 純文字裡面是不能放表格的 它就是純文字 所以如果你要有excel的話 像同學會需要有一個表格 可能你就要把它變RTF 或者是HTML 因為RTF跟HTML都有支援表格 不過會複雜許多啦 我倒是建議你乾脆就attach 這邊有個attach有沒有 attach add 指的就是說呢 你要附加什麼檔案給他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給他一個 這個active work指的是我們自己本身喔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把我自己目前的VBA 這個檔案寄給人家的意思喔 OK所以喔 那如果最後一個send 點send就是把信件寄出去 不過特別注意喔 點send的時候會觸發一件事情 就是outlook裡面有安全性 它會警告你 就是說你聲要寄信喔 是你要寄的嗎 不然是不是有病毒亂寄啊 所以要跳出來 那你又會覺得什麼 它會跳出一個什麼 要不要寄 要你就點一下 那你每寄一封它就要不要寄 要不要寄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在outlook裡面 這個是outlook的畫面裡面 這個地方有個選項 你可以把信任中心的這個選項有沒有 永遠警告 我這個地方有沒有 不要警告就好了 特別注意喔 如果將來 你如果在P字寄很多信的時候 應該會跳出那個警告 但你如果不想要 跳出那個警告的話 你就把這個 在信任中心裡面 這個是outlook裡面的畫面 把它關閉就可以了 那我底下有個範例 是用那個班級跟email 那如果你們要練習的話 因為我在雲端上面 有放了一個叫工作表清單名稱的一個文件 裡面就會放這些啦 如果你要練習的話 它有個清單跟email 那也就是你把清單 清單指的是你要寄哪個檔案給對方 後面有一個mail ok 那你可以實際上 也許你自己再找找看 可以真的收信的mail 然後也可以踹踹看 我想應該就一個對應關係啦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東西給寄出去了 那跑一個回圈 我想這邊是一個跑回圈 call 用outlook寄信 x跟y 這個是我們的回圈 這個是我們要呼叫的一個共用程序 你可以透過呼叫的方法傳遞班級跟email 有沒有 就是哪個班級寄給哪個導師 哪個班級寄給哪個導師 ok 那如果你有信 可能工作最好一定要自己找一些 工作上會用到的 反正呢 下一次如果你只要 一定會有